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声称掌握绝大多数议席之后 网络就流传了一份名单 点名19名巫统国会议员支持安华出任首相 名单包括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莫扎西和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党 目前至少有7名巫统领袖和安华撇清关系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日前表示 自己掌握绝大多数议席 足以颁导现任首相丹斯里穆尤丁的政府 与此同时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莫扎西表明 不会阻止党内国会议员支持安华认向后 网络随即流传一份名单 显示巫统有大约一半国会议员支持安华 阿莫扎西也在名单内 被点名的其他巫统议员陆续和安华划清界限 当中包括巫统副主席兼巴东德拉区国会议员 拿督斯里马哈基尔 马哈基尔昨天下午在脸书发文 严重否认自己支持安华 参与成立新政府的行动 另外巫统最高理事兼丹荣加弄区国会议员 丹斯里诺奥玛也否认自己支持安华 并谴责列出这份名单的媒体在撒谎 诺奥玛说 当有人声称巫统国会议员为安华撑腰时 自己也大吃意惊 并好奇这些人是谁 因为他私下也不曾接到对方的联络 同样被点名的务数区国会议员 拿督斯里伊德里斯组所也激蒙撇清关系 根据马新社报道 伊德里斯组所昨晚发文告 否认自己支持安华成立新政府 他强调自己和安华不曾联系 也不曾决定支持安华 此外 金马伦区国会议员南丽也在脸书否认传闻 根据巫统网站巫统在线报道 金纳巴登岸区国会议员拿督邦莫达 巴西沙勒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达组丁 以及巴黎区国会议员拿督莫哈莫尼沙 也出面澄清名单不实